國民黨的人才還有戰將也不少 大家有自己的一個選定的目標 我們都鼓勵大家努力的耕耘跟經營 但是黨有黨的內部的制度 不管是初選也好或者是協調也好 等等都有內部的一個制度 一切還是要等到制度在中常會通過了以後 公開了以後 那大家在這個制度以下 不管是協調或者是初選或者其他方式 總之就是照規定照制度來 國安黨邀請您去的話您會死嗎 這個我們目前還沒有相關的訊息 我們還是要等相關的訊息來了之後 再來做相關的評估 所以如果收到邀請還不一定嗎 目前還沒有相關的訊息 如果有訊息以後我們再評估再跟大家報告 國民黨裡面其實有意願出來服務的人 都應該積極的來爭取 但是重點不在於初選之前 重點在於選完以後 是不是能夠輸的人 能夠心平氣和的來跟贏的人能夠合作 我覺得這才是國民黨裡面 大家最應該重視的這個民主的精神 應該團結 那假如說都是前面說一說 那選輸了以後就完全撤手不管 我覺得這個對國民黨來講是沒有注意的 所以包含羅日強議員 我覺得他也是非常好的人才 那他願意這樣子出來為台北市民也好 為他來貫徹他自己的理想理念也好 我覺得都是好事情 當然我們立法院的蔣萬安委員 也是不可多的人才 我想目前台北市有許多的選民 包含黨內都非常期待蔣萬安委員的參選